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允许台湾在他的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 在欧洲开创了用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先例 此事导致中共当局强烈反弹 宣布召回大使 并要求立陶宛也召回他的大使 这个月的1号 欧洲议会的外交委员会 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首个 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这个报告建议欧盟展开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评估 以及关注台海情势 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欧洲议会在同一天通过了报告的修正案 建议欧盟驻台湾的欧盟经济贸易办事处 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同时台湾也会在欧盟各地设立台湾办事处 可以预见欧盟与台湾的关系将会全面的提升 这同时也意味着欧盟与中共的关系会全面的紧张 不仅如此 前两天还有消息说 美国白宫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 将台湾驻美国首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并且白宫的国安外交团队 已经形成了支持这个决议 台湾代表处 台湾办事处 这种名称的机构明显带有准官方的性质 等于提升了和台湾的关系 和立陶宛不同 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 美国的做法必然带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对台海的行驶将会构成重大影响 不难想象 刚刚结束的阿富汗撤军行动的失败 给白宫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特别是美国是否还有能力遵守 对盟友的承诺 这一点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为了打消外界的怀疑和担心 拜登本人和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多位政要一再表示 美国将会信守对台湾的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 白宫支持台湾 将驻美国的经济文化办事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的可能性会很高 关键在于 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接近冰点 美国即使支持台湾 把经济文化办事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中共当局最多 也就是召回大使 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 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美国也根本不会失去什么 可对于台湾来说 美国的行动意义会十分的重大 如果美国提升了和台湾的关系 一定会有很多的国家加以效仿 这当然会极大的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和台湾的国际形象 消息传出之后 此事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大的恐慌和愤怒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已就上述媒体报道的有关动向 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驻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的有关承诺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性关系 包括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美方应当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伤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中共的环球时报更是连续发出两篇社评 威胁恐吓台湾 其中9月12日 社评 美台敢更名 一定让他们付出沉重代价 这篇社评说 美台如果做出上述更名 将意味着华盛顿基本放弃了一中政策 构成围绕台海问题的重大事变 美方清楚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他们现在处于放风测试中国大陆反应的阶段 这篇社评还说 如果美国改为用台湾代表处作为台湾驻美机构的名称 大陆所做出的外交反应 绝不会低于我们对立陶宛的反应 届时 中国从美国召会大使完全可以预期 并且这很可能是中方外交上的最低反应 否则的话 中国无以为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威 这篇视频还威胁到 光外交手段显然不够 如果美台操作改名 已经涉嫌触碰反分裂国家法的红线 大陆方面需要祭出严厉的经济军事措施 打击美台的嚣张企业 届时 大陆应该在经济上严厉制裁台湾 直至视情况对台湾实施经济封锁 在军事上 大陆战机在那种情况下 应当飞到台湾岛上空去了 我们料台湾军队不敢阻挡解放军战机 飞越台湾岛 如果台军胆敢开火 那就让我们义无反顾的 给予台独势力决定性的和毁灭性的打击 环球时报的社评最后说道 如果中国为了和平 对的一切全都认了 咽到肚子里 和平会来吗 如果不果断的强力回击 美国的军舰将会停靠台湾 战斗机将会降落台湾 它的军队也可能去台湾驻扎 届时 中国的大国威信将何处安放呢 中国在国际上 维护本国利益的体系将何以维持呢 环球时报的这段话 很值得玩味 这段话固然是在表示 面对这样的局面 已经不能再退缩了 但是这段话也暗含着 对以往的对台政策的懊悔 13日 环球时报再次发出社评 大陆军机究竟是要到台湾岛巡航的 这篇社评说 台湾问题不断发酵 中国一半以上的外交麻烦 都与这个问题相关 从长远看 维持当前形势的台海和平 对大陆来说 意味着越来越高的成本 美台勾结 以及日台勾结 有无数的发力点 将不断的消耗大陆的外交资源和精力 应该说 环球时报社评的这段话 相对其他激愤的叫嚣 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陈述 确实 中共一半以上的外交麻烦 都与这个问题相关 台湾问题确实 让中共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而且中共当局对此 是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 越来越不知所措 环球时报的社评还说 鉴于民进党当局 铁了心要报美日反大陆 而且越来越深的 绑架了岛内的舆论 美国也对台湾问题 进行越来越频密的战略操弄 大陆唯有采取根本性措施 开展坚决斗争 才能阻止这一事态 彻底镇住民进党当局 和他们的支持者 牢牢的把握台海局势的战略主动权 所谓的根本性措施 也就是直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这篇视频特别强调 解放军战机飞到台湾本岛上空去 这是我们一定要迈出的一步 那将对民进党当局 构成根本性警告 并带来台海地区局势的重构 这个视频最后叫嚣 让我们不断的做好 在台海摊牌的全面准备 用汉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意志 和真实的能力 构建彻底压垮民进党当局的意志 在最准确的时间点实现解放军战机 在台湾上空的首航 环球时报的这两片视频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当局 在台海问题上的焦虑和愤怒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以往实施的那些政策 无论是利益诱惑 还是武力威胁 都失去了作用 台海局势的走向 对他们是越来越不利了 现在他们只剩下了唯一的手段 那就是把台湾岛 直接置于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 拍战机在台湾岛上空飞过 多维网有篇文章说 中共官媒接连放话 解放军战机准备飞越台湾 固然不等同于官方立场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了中共内部 处理台湾问题的一种声音 而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对两岸都是战争迫近的警讯 实际上自从习近平当局 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也就是香港事变之后 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中共的邪恶本性的大暴露 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共的警惕 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台湾身上 西方世界支持台湾 无疑是出于对中共的反感 和对台湾的同情 台湾政府也借此东风 扩大自己的影响 扩大自己的国际空间 并为台湾证明 同时台湾在努力赢得更多的支持 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安全感 显然台湾的国际形象是越来越光彩 而中共的形象则越来越糟糕 特别是台湾经过两次政党轮替 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基本成熟 在中共独裁制度的对比之下 西方世界更加的倾向于台湾 在欧盟议会通过的报告中 就特别强调 欧盟和拥有2350万人民的台湾 是理念相近的伙伴 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 并指责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敌对现状 以及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的威胁 事实上不仅欧盟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日本和美国也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台湾的地理位置固然对日本对美国都极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受到了美国 日本各界的高度认同和称赞 美国需要防范遏止中共的扩张 维持台海现状 这对美国最为有利 美国从阿富汗等地撤军进行战略收缩 目的就是要集中力量防范和应对中共的威胁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 这篇文章写道 过去五年里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脱离一体化的道路上跌跌创创 甚至可能走向彻底的对抗 就在两天前 纽约时报还刊登了另一篇文章 题目是 后911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 中国 这篇文章说 只有中国能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 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通过巩固在亚洲的经济实力 危机我们的繁荣 以及一场可能破坏我们联盟体系的军事胜利 因此 美国应该制定政策来否定北京的地区霸权 并阻止任何军事冒险主义行动 首当其冲 是通过更有力的承诺来保卫台湾岛 从这些 发自重量级媒体的文章可以看出 可能和中共发生战争 已经成为美国人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选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际社会对台湾支持的力度 特别是日本和美国都展现出了 权力保卫台湾 不惜和中共开战这个事态 这大大超出了中共当局的意料 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合作在全面的提升 在全面的提速 尤其是一向低调的日本 对台湾的支持也已经公开化 同时台湾方面也在权力的拓展 他的国际空间 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这对中共当局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甚至意味着习近平的中国梦将会化为泡影 中共当局既无力改变美国日本欧盟等国 对台湾的支持也无法阻止台湾走向世界的努力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台海局势 面对中共的大国威信一再受到挑战和蔑视 中共当局已经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颇有些骑虎难下了 中共最高当局今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外界无法得知 但是他们对台海局势的紧张和焦虑已经暴露无遗 从环球时报的社评可以看出 军事入侵 似乎已经成为中共当局改变台海事态的唯一的手段了 只是可以肯定 台湾方面绝对不会像环球时报所预料的那样 不敢阻挡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 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中共的肆意欺凌 如果中共的战机真的飞越台湾岛上空 那台湾一定会开火 显而易见 在各方敌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9月1日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 宣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总想过太平日子 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要丢掉幻想 勇于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寸土不让 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 不怕鬼 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破 应该说 习近平当局已经在进行政治动员 已经在做战争准备了 有很大的可能性 台海战争会在出人意料的时间 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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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